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丁 在最近这半年以来,经常有很多外地老板 然后我们本村运营花很高的价格 输入我生活的这种老师的名格随所的专房子 从当初的两万元一栋到现在的六七万 价格一直还在上涨 当时我们的话是非常高兴 但是最后我们才知道这些人真的是罪翁之一不在酒 他们的目标不是这个房子 而是另有末点 一起大家看一下吧 其实说实在的啊 这个房子在当初的时候 有些人运营出了两万块钱 我们当地人是非常高兴 但是当我们年轻人多方打探之后 知道这个老板他们另外有用逸的时候 另有用途的时候 我们现在就完全把他们赶走了 不管他们出多少价格我们都不卖 那么大家一起看看 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吧 这些外地老板七铺我们当地人不识货啊 但是他我忘记了我们这边还有一年轻人 他们也懂得这个道理啊 大家知道这个房子在什么地方吗 我们村的话是在福南湘西啊 这一边啊 那么大家知道福南湘西的话 什么最多 那么山最多 那么山上有什么最珍贵的 肯定是最珍贵的树木有很多 那么可以想一下 在又是在福南湘西 又是在深山老林 那么深山老林之中 又是一种树木最值钱 那么这种树木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肯定就是想到的金丝栏木啊 原来这个房子在那个这些 这些这些全部那个横挑 全部是用那个金丝栏木制作而成的啊 所以他们购房子是假 其实真正看中的是我们这些房梁 全部是用金丝栏木制作而成的 那么大家知道看到没有 这些房梁现在 现在现在你看到没有 这个木头啊 不管多少年它都不会腐烂的啊 而且这个里面的房梁更加值钱 后来我们听说啊 他们不光是看中这个 而且这种砖块也非常值钱 他们这种砖块的拿出去的话 听说在那个隐私城的话 已经卖到了五六块钱一块啊 你说一下这一栋房子 他们算下来 光卖这个砖 你算一下多少算 平均算五块钱一块 那么他们能卖到多少钱 这种房子的话 其实非常漂亮啊 真的是最翁之翼不在酒啊 他不光这个房子 那个花几万块去买回去 靠这个砖他也能赚回来 然后他那个如果这些 确实是他们所说的金丝栏木的话 那么大家说他一套房子 能赚多少钱 所以说当我们发现 他这个墨底之后 不单纯的之后 我们这边不管出多个加钱 我们都不给他卖了 这种房子的话 也在我们当地的政府履历下 极力的全部保留了下来啊 这个作为以后我们的那个 啊就是古金座来保存吧 现在都已经贴了牌的了啊 这个属于文物级别了 所以说哎怎么说呢 也是我们当地的一大损失吧 有很多人想卖 但是现在却不管怎么卖不了了啊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说到这里 拜拜 拜拜